亚洲,冠军战即将登场,日本队暖身,路透体育中心,综合报道亚洲,决赛今晚10点登场,将由篮武士日本队迎战卡达,赛前记者会上,卡达主帅桑切斯·费利克斯·桑切斯对于子弟兵相当有信心,全队将力拼对时首座亚洲,冠军,谈道。 今晚的冠军战,桑切斯表示,这是卡达足球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比赛,日本队毫无疑问是亚洲最强的球队之一,他们也是夺得亚洲冠军次数最多的球队,但不管怎样,既然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,就不会惧怕对手,我们这场比赛充满了期待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我们会用能够击败日本的方式来踢球,可以确定的是,若要击败日本,我们不可以暴露任何破绽。 卡达本届状态极佳,包括4强击败阿联,小组赛队黎巴嫩,北韩,沙乌地阿拉伯,16强于伊拉克,以及8强碰到由孙兴敏领军的南韩,至今依旧一球未失,坚强的防守绝对是挑战日本的力气之一。 卡达主帅桑起司,欧新社还想看更多新? 文吗?欢迎下载自由时报APP,现在看新闻还能抽奖,共7万个中奖机会等住你。 iOS.https-o-l-c70r-rendit.https-o-l-vjf3lv活动办法 https-draw.ltn.com.tw-slop下话线v8-已经按了,谢谢,相关新闻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